今天来的这么多人 这个行业真的是繁荣的 我以前做过主持人 我那场就来了两个观众 两个观众就坐在C位的位置 就你们两个位置 我想看我主持人唯一的功能就是热场 两个人我怎么也得给他热出一百个人的气势 得堆得起后面十七个演员 然后我就想 怎么办 你跟菊秀的时候说 后面的观众能看得见我吗 这两个观众特别特别特 rust 我就是哪有人不紧张 今天这个比赛跟快手合作了 是吧 就是在这个比赛发出通知的第一时间 我妈给我那些其他大家 得 leggings 给我发来微星通知 说哎呀宝贝你是不是要比赛 了真的这个速度反应之快 让我真心觉得快手真的是在中国东北市场 这个人气抓得死死 然后我妈还问我 哎呀你这段子准备好了没有啊 怎么样呢 然后我想啊你太简单了 你想太简单 你肯定不知道我有半个小时 可以吐槽你和我爸 我现在就想冲着这个快手的直播 对我妈在那边说一句 妈段子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哎呀真的我今天已经25岁了 25岁了 不像像三岁 但是我发现啊真的 我的父母还是真的很难接受 我知道两性支持这个事实 那现在父母催婚 有一条固定的流程和说辞 对吧 我在你这个岁数都有你了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相亲结婚 人生三部曲的 我一想哎呀挺有道理 但是我怎么讨论 哎呀生孩子 妈生孩子 那是不是意味着跟男生 有亲密接触了呢 然后我妈说 那种恶心的事情咱可不能干啊 真的我说咋的 这是让我自己有私分裂吗 而且真的想完这个段子没有多久 然后我妈也听过打电话说 哎呦我想有事我想跟你说 我一想我怎么呢 她说我快问了 真的大家想一想 我今天已经25了 我的父母已经50了 当我得知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我说真的我妈为了完成我的PPI 真的是拼了 而且我觉得女人怀孕之后 我发现男女真的对女人怀孕 这个事情差异特别的大 我妈就是那种 哎呀妈妈说小宝贝儿 哎呀你来的真不是屎 我妈妈这个岁数真的要不要 你可是有些无限的温柔 对吧 我爸给我的唯一一个感觉 草老子牛逼 我其实生活中也不是一个特别会吵架的 因为我觉得吵架应该算是一本艺术 放在那种高中啊 或者是大学的课程里面 你说我们高中学的都是啥 等于说喜欢小华 或者在理想条件下没有摩擦 我活了25年 我就没有见过理想的生活 生活全都是摩擦的 你是不是妈妈在地上摩擦 他说 你猜我是净摩擦还是流动摩擦 那特别尴尬 然后我就想怎么去解决 我朋友说你 你如果不会吵架 你可能是逻辑不好 应该去学学逻辑学 我想 然后我就从那之后 一个月我啥也没干 就在家买了一本人大出版的逻辑学 在家给你秘密提供 但我觉得我可以通读一遍 可以出去大干一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遇见了我的妈 你然后过年回家吃饭 我妈说你吃大米饭的时候 不能喝水 就要对胃不好 我想吃大米饭不能喝水 吃大米饭 大米粥怎么办 对吧 我觉得好尴尬 然后我说 我妈这个逻辑不对 我要反驳她 然后我就刚说 我妈你这个逻辑不 我还没有说完 我妈说不吃滚肚子 你关注谁呢 我关注你整的 你再点赞了试试 试试就试试